如一转,比韩湘剑更惊艳的角色上线了 皇上一见他瞬间就忘了湘飞 如一转韩湘剑上线后 黄桑就开启了他的渣男本性 日日韩湘剑的住所 不仅怠慢其他妃嫔 更是为了韩湘剑多次破坏规矩 失了一个君王的风度和体面 这一切如已都看在心里 但是作为皇后的他 为了待局 还是选择隐忍 并替皇上取劝了韩湘剑 最终让韩湘剑归顺了皇上 可是即使表面上在十大体 看到皇上那般的对待韩湘剑 如一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本以为韩湘剑的出现 真的如皇上口中所说的 一见倾心 所有的真心都给了他 但是 接下来 上场的一个人 让大家彻底看清了他的本性 他就是江南的烟花女子水玲珑 安排他出现的 其实是作恶多顿的令妃和尽忠 为了争宠 这两个人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设计让皇上夜夜留恋水玲珑 不禁如此 还齐聚了江南水色的其他六位烟花女子 场面真的是辣眼睛 知道这件事后的如意忍不住大幕 下令要处死令妃 但是皇上已经诡异了心窍 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还因为此事再次掌握如意 想想这一幕就让人愤怒 水玲珑的扮演者是张雨昕 据说他还是王思聪的前女友 他一出场 很多网友们都惊呆了 怪不得渣渣龙那么痴迷 很多网友还说 这张相 饰演韩相见也是很合适的呢 如意转海蓝一句话让陵云彻误会 却不忍心揭穿 让他从容死去 如意转海蓝一句话让陵云彻误会 却不忍心揭穿 让他从容死去 闻 等花开 如意转正在热播 在最新的预告中 陵云彻已经变成了太监 变成太监之后 慌上还是不解气 直接把陵云彻降为下等太监 直到在勇气的口中 直到如意和陵云彻再次见面 陵云彻还给如意折梅花 更是期待爆炸直接让陵云彻去慎行司 受鞭打之行 生不如死 陵云彻是想死的可又怕落下把柄 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为罪自尽 这样还会连累如意 所以自己不敢死 直到海澜的到来 陵云彻终于可以解脱了 而且还不会连累如意 在死之前 陵云彻把马脑的戒指交给海澜 这是她和令飞的定情信物 告诉海澜在不得已的时候 或许会用得上 因为在海澜来之前 令飞去看过陵云彻 陵云彻知道令飞做的一切 也告诉令飞对她已经没有了感情 难怪令飞是哭着回去的 陵云彻也是怕令飞做出伤害如意的事情 就把戒指交给了海澜 海澜告诉陵云彻 姐姐想要的是夫妻恩爱 平淡长久 但这皇宫里是没有的 陵云彻误会了海澜的话 她以为在宫外就可以和如意在一起 可能如意心里也是有自己的 就这样 陵云彻可以从容地赴死了 海澜也知道陵云彻误会了她的意思 却不忍心揭穿 就让她留着幻想死吧 陵云彻死前 对海澜说 为这句话 我死而无憾了 确实可以毫无顾虑地赴死了 因为海澜名义上说的是奉如意的命令来的 陵云彻如果死的话 就说明是被如意间接处死的 这样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清白了 说起来这不许很悲催啊 女主更悲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튼将来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说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将来说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为了许5个头